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让我来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先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 那我们来介绍我们社会局的副局长 叶玉如 叶副局长 梓芊好 还有在场我们林议员 黄议员 关美嘉玲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接着让我们介绍我们市议员 林武中 林议员 主持人 各位贵宾 各位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武中 是的 好 接下来下一位议员 是我们的黄姝美 黄议员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 黄议员 那今天很特别喔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两位的新移民姐妹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吴关妹 吴小姐 嗨 大家好 我姓吴 叫关妹 我住在风山 要不要用越南话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德加 梓芊 黄议员 好 那最后一位是我们的黄嘉玲 黄小姐 主持人 副局长 两位议员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叫黄嘉玲 新早的感恩和门人 黄嘉玲 所以新早其实就是大家好的意思喔 我觉得大家顺便趁着这个机会啊 学一些就是一国的语言 也是蛮有趣的喔 那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 想要先请教我们的社会局 就是说这么多的新移民姐妹来到了台湾 尤其现在这个数量啊 有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嘛 那怎么样帮助他们 就是来适应这边的生活 对 其实每一位在我们来高雄 都会做结婚的登记 那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的民政局 就会把这样的资料提供给我们社会局 那我们的新移民中心 就会有社工人员透过电话来关怀 来我们高雄的所有的姐妹 那当然跟她在电话联系的时候 也会告诉她说 我们市政府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跟资源 那当然一方面也评估她需要的一些帮忙 这是个别性的服务 我们都很落实在执行 那当然其实很多姐妹有时候 出来之后也许还好 也许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发现 可能生活上或者是在跟家人相处上 或是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需要一些帮忙 所以我们市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 在去年的10月20号 我们成立的新移民的专案办公室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就是设了一个专线 那这个专线呢 特别是我们用母语咨询的专线 那专线号码是27288885 帮帮帮我 那为什么要特别用母语咨询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的姐妹 她在沟通上 有时候还是会比较习惯用她的母语 来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有时候用母语沟通 对她们来讲是比较便利的 所以我们这个专线 特别就是跟我们这个通议志工做合作 她可以用三方通话的方式 然后让她用母语的充分的去讲清楚 她想要询问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她想要获得解决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那我们的志工就会来协助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有些姐妹她出来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因着语言的这个不熟悉 有些事情她确实有时候 因为语言的阻碍 在沟通上就会出现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有一个单一的这个专线 那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姐妹 她可以透过这个专线 可以把她事情讲出来 那我们这个专线受理之后 如果是社会福利咨询的话 我们当场就会告诉她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她可能要就业的咨询 或者是她可能还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就会转接 对 那我们会转接法服 或者是法律咨询 还有包含转接劳工局 然后转接适当的一些局处 来协助处理她所要询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了解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副作在讲这个 他们有相关的咨询专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官妹跟家里都听得很认真 因为他们可能都来台湾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超过这个十年就是等于来台湾住很久了 发现说他们的台语可能都讲得比我还好 因为婆婆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教官妹 你刚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还碰到了九二一大地震 对 因为我刚来的那一年是最印象最深就是遇到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而且因为在瑞南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地震是什么 没有地震 所以来到我七月份来嘛 九月就震了嘛 然后就当时那天晚上半夜嘛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先生加班不在家里 然后就自己在房间 然后就觉得震动自己就醒过来 醒过来就看着床一直压 那时候我吓了一跳 就马上去翻那个床里有没有 看看是不是有鬼 为什么我的床一直咬 可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害怕的时候 地震要跑出去 因为我不了解嘛 然后震过后了 我大姑姑才去敲门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跑 大家都跑到外面了 你怎么还在房间 那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他说这个是地震耶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东西的话 马上要跑出去 门就要打开了 可是我还要关得紧紧的这样子 对 所以我对于这个印象真的很深 就遇到这个大地震 所以从这个 我觉得从官媚这个故事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越南的一个 风土民情也好 还是她的生活经历 跟我们台湾真的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变成说你来到台湾之后 你真的要适应的东西很多 我觉得地震可能不是那么常遇到 官媚是不是比较就是特殊啦 刚好又碰到的是921这样子 所以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那家里呢 你刚来的时候觉得 哪里最难让你适应 我刚来的时候就 我九月来嘛 然后就碰到冬天 我最害怕是台湾的冬天 因为我们那边都没有 因为我们是住南部 所以都没冬天 然后过来一到老公家 要开店做生意 要卖宵夜的 卖宵夜 然后就晚上我家那边洗碗 真的很冷 你有没有觉得说 说七件衣服 穿七件衣服 够不够多 还是一样冷 还是一样冷 然后想办法再穿一件雨衣 也是一样冷 因为我没有遇过这么冷的冬天 我说天啊 是不是要老跑了 好冷 真的 真的 然后就是人家说 我们越南生产都瘦瘦的 都没有在试补 所以怕冷 然后婆婆就拼命的煮补汤给我喝 还是一样啊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遇过这么冷的冬天 是 对啊 所以在你们那边都像夏天一样就对 嗯 对 最冷的话 就20度 像现在那里 所以温度最低是20度 对 如果是北部的话 就跟台湾的天气一样 哦 这样子 只是我们住在南边 是 所以这个气温的悬殊 也让你觉得很难适应啊 对是啊 嗯 还穿到七件衣服这么多 七件衣服还加一件雨衣 对对对 都还觉得很冷哦 对 那可以看得出来真的 刚来的时候 适应真的蛮困难的啦 那今天也请到两位名义代表 他们相信 见识很多朋友啦 就是说 相信可以看到很多新移民的例子 是不是先请我们的林议员帮我们讲一下 好 身旁有没有这样子的姐妹 遇到一些困难 好 我先这个 新的移民啊 也等于新的住民啊 都是从一个国家 所有一个地区 搬来一个新的环境 对对对 所以 要适应当地 也没有一段时间 是非常困难 啊我们时刻也去出国 出国你自己看看 晚几天是可以啊 晚以后要倒游啊 翻译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要去长期 那个地区啊 连地甚不熟任何宗教生活习惯 完全跟我们国家不同 那要 马上进入轨道是遇到很多困难 对 很多瓶颈啊 啊大部分的这个新住民新移民来的 都是比较要赚钱的 巨多啦 一单也是有结婚啊 结婚还是要赚钱啊 对 还要帮回 要养家 帮回我们的妈 国家的爸爸妈妈妹 有时候要寄钱回去 所以他们来这儿可怜 除了家庭以外 也要缺钱喔 缺回去去给他们 国家的弟弟妹妹 所以他们说起来是 非常的辛苦 对 啊家庭喔 那个阶层是比较 一般是比较低啦 嗯 啊如果好的人 应该就比较不利 吃饱了就做生意喔 嗯 所以我也很配合 我说他们新的住民喔 来这儿上班也好 既然来这儿喔 对 都非常困难 所以 是这样 所以我们议会市政府都非常关心 最主要是前年 103年了 那个10月成立那个 新一民的专案办公室 由他们的社会局长 我们请社会局长 当执行长 啊这个当 为什么要请社会局长当执行长呢 就是要夸局处 因为不是社会局 班他而已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局数跟新一民有关 像老公局啦 对 啊这个 民政局 民政局啦 所以夸局数的位阶是很高的喔 这个成立这个单位 就是要来照顾你们 替你们解决任何困难 所以这个专线啊 还有这个单位 你们务必要跟你们的 好朋友啊 我们的新住民啊 新一民 告诉他 我们市政府 已经有一个专属的机构 要专门要照顾你喔 啊除了说 照顾他们以外啊 啊我也在这里要讲一句话喔 就是说也有少数喔 就把你们那个 新的住民的形象有一点打差 因为喔 都有少部门去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喔 所以为了 让我们的新住民 可以让我们高兴台湾 修理比较好的形象喔 啊我是建议他们喔 一定要分工说话 你们要学许的 我们政府全力配合 对 因为我也读到 人家投诉 他在这 就办什么 假结婚啊 做什么 什么 不好的行业啦 勾搭 产生喔 我们 台湾人还是高雄人啊 对这个就有一点排斥 但是大部分 那我知道 首先你们两个都是 非常优秀啊 努力 做生意 把母亲交家庭 这个是最标准的啊 这医药都会取得身份证 这以后也是我们台湾人啊 对 变成我们台湾的行部 你们两个有没有投票钱啊 有 你看 但是有投票钱啊 这个就是台湾的 所以你就 以我们高雄为主 就把高雄当做自己的家 好好把我们的家用好 其他的呢 有记得你们的新同事 有做什么不好的啊 要跟他跪欠 有困难 来找我们的专线 找社会局副机长在这里 可以找议员啊 那议员我也可以跟你帮忙 子母在做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呼吁 好的要更好 那有不法的还是不好的 我们把它 不要去做 保留我们新住民一个新的形象 这是我一个期待 是的 就顺着我们五中议员讲的 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我们新的一代 需要老一辈的来传承 就是传承经验也好 那他们不要那么惶恐也好 就是要跟他们讲一些管道 可以来学习 那不晓得我们的淑美议员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 新移民姐妹 一开始遇到适应上的问题 我说 以前我们都说 挣山过台湾 从这个大陆那边过来嘛 叫我们挣山过台湾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为爱走天涯的 也有啦 那爱用气 是 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 揣韩国的 韩国 我们家也有一个韩国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来这里很多是 透过婚姻想要改善家庭的 占多数 是 你看看我们整台湾 有49万多人 但是超过40万人是女性嘛 所以这个表示说 他们都想要透过婚姻 来 给她家庭 譬如说 从越南来 从大陆来 或从印尼来 他们通常会赚了钱 把钱寄回去嘛 然后改善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说 这是他们最大的 想要得到的 可是你看台湾人 他们的观念就不一样 他们取来 他们就想说 用这个来传宗接待嘛 所以就会造成说 观念的一个落差 落差很大 所以相对的 他们来到台湾 真的跟台湾的媳妇 或者说 跟别人在比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 落差很大的 包括说婆婆 他们怎么跟婆婆的相处 跟台湾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困难处 其实他们在这里要生存 真的 我真的也很替他们担心 这个磨合期真的要很长 甚至我看五年了 他们都还没有办法跟 爷婆婆说可以磨合得很好 还有社会的一些舆论 一些看法 真的都有落差 所以我们也很佩服他们说 愿意走进来 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来生活 所以真的很佩服你们 是 因为我觉得台湾 它其实是一个兼容必需的社会 我们可以包容很多的族群 那高雄其实又是个友善城市 我们对于这个外地来的 不管是游客也好 更何况是长期居住的一个居民 我们都有一个友善的态度在对待他们 那除此之外 刚才提到很多 不管是破坑的磨合之间 我觉得磨合是讲到说这个生活模式的不一样 那既然要探讨到生活模式 一开始语言一定要通啊 如果语言不通的话 根本彼此都没办法沟通了 对不对 那所以官媚一开始来的时候 如果听不懂大家在说啥 其实我觉得观众也不用太急说 我们这些姐妹来到这边只是赚钱和雇两家 其实以我的经验跟我的故事 我的身边也很多姐妹 其实她们为什么蛮辛苦的 其实她们不只是说存钱帮家里 可是还要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 还要养自己的小孩 有时候老公没有工作 还要付给老公 还要帮老公养家 其实有很多很多那个 大家都看到外部不同的一方面而已 可是我们姐妹的辛苦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 因为因为我们没有 大家很多人没有办法深入到我们这个家庭 可是与我工作十几年了 因为我有在那个社会这边 有去关心很多姐妹 对 就是去翻译 还有去打电话去关心刚嫁来的姐妹 我都有做这个志工去探访这样子 可是有很多姐妹真的很可怜 又嫁到这个家庭 她们要不是说家的不是很富有 所以有时候去娶外配的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家庭 都是很富有的家庭 可是姐妹家来到这边 她们觉得不管是婆婆或者先生这边 都把姐妹赚钱的工具 你赚钱回来应该要养我们家人 还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是用钱买你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今天不管是你娶到哪里的人 我们都要用尊重的方式去来尊重 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 大家我们都是平等的 可是很多婆婆妈妈们 或者家人都用另外一个阳光去看这些姐妹 我觉得姐妹是很不公平很可怜 因为我去翻译的遇到很多 因为我觉得她家来都编我们要多一点包容 为什么 你知道我们从那么远家来这边 语言不通食物也不通 还有食物吃的不习惯 不习惯 已经就是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很多东西要重新开始去学习 可是家庭附加这边没有办法去体谅这个姐妹 我觉得这个真的造成很多的家庭就是家包 还有姐妹对你这个家庭慢慢的疏离 因为你娶她回来不是像一个人的尊重 就像一个用人来看待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法 我是想说今天我来上一个节目 我也希望很多观众朋友 你既然娶到一个媳妇不管是哪里 我们都要尊重的方式去包容她 这样子你这样子家庭才越来越好 不是用即逝的 用那种就是怀疑的 她来这边今天就想偷钱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因为姐妹她的心 本来就是加了这个家庭是希望可以 加了一家人 像一个家人 因为不管不知道这边怎么样 我们那边是很保守的 就是女儿嫁出去 就是像水泼出去 可是我们有些姐妹讲良心的 她们要离婚都不敢跟家人说 因为家人就觉得很丢脸 有些姐妹要遇到在这边的 我家的富家就是说 就用那种权威 你还没有取得身份证 我就取得权威就是说 我不给你拿身份证 看你怎么办 你不去做 你不交给我的话 我就怎样怎样就送你回越南 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不管她 她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 今天你已经家聊到台湾 我们就要怎么去融合 怎么去包容这个 想办法融入 对 去接纳她 因为她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不要再怀疑歧视 这个造成我们的伤害 因为在一个家庭 在一个家庭 因为每个姐妹来到台湾都有生孩子 因为我们都对这个孩子的妈妈不尊重的话 你相信这个孩子长大 她有 她从小会学习 对 她从小会学习 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你看现在十个 有一两个孩子是我们新著名的孩子 这个我不知道 其实她妈妈的话 因为孩子她看在眼里 所以她会学习 也会看不起妈妈 这样子是不好的 对 对 我希望说每个家庭 如果真的有姐妹 你们不用怕她走出去 一定要放手给她出去去学习 去接触这个社会 不要说她出去就会学坏 不要看到他们 有哪一部分她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人锁起来 是不对的 所以我现在很感谢我先生跟我家人 他们都很支持我到外面 对 不管我做任何的事 只是他们都是用包容支持的方式 去尊重我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走得那么好的话 我也是感谢我家人这样子 虽然我家的先生不是很有钱 可是说也是从人出生的 可是说我们走得很好 很幸福 和谐这样子 对对 和谐 因为她有尊重我 我有尊重她 我觉得这个是最 我最想讲的方式 所以彼此互重真的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有互相重视对方的话 其实语言我们每天都在讲 她每天都听到国语 每天都听到台语 就自然而然就会学会了 你看官媚佳琳的台语都比我还好 所以这样讲起来 这个语言的隔阂是可以克服的 只是说心理的那一个层面 心理的一个认同 又或者是你心理的一个感受方面 你反而是需要去做调整的 如果家里有新移民姐妹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的话 那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刚才都一直提到说 这个新移民有去工作的部分 其实我们社会局有帮他们很多 包含有设了创业包 对不对 有这样一个东西 对 因为在就业这一块 它其实是可以改善 那个家里的经济的状况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姐妹 她也在就业以外也很有兴趣 特别是比如说他们自己做自己家乡的 口味的一些餐点 对 就其实是非常特别 所以像我们的新移民中心 譬如说官媚跟嘉玲 她们就在散幕的凤山新移民中心这边 那就有设了一个南洋妈妈魔法厨房 那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的姐妹 可以煮我们南洋的一些风味菜 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 她可以去介绍这个南洋菜 这更重要的是她们也关怀了一些 独居老人的这些餐点 那刚刚主任有提到说 我们有那个创业包 就是我们也用那个牛角棒 然后帮就是训练姐妹她也用松筋 这样的方法可以去谋生 那所以有些姐妹我们就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因为其实你要买这个牛角棒 还有买这些设备 其实是需要花钱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企业做一个合作 先入金制 就要募集了一个这个创业包 里面就有这些她创业上必要的一些物品 然后但是我们有跟她谈好 就是说她去创业的时候 当这个赚了第一桶金的时候 就是这个创业包的价值 必须要回馈回来 让我们这个创业包 我们再买给送给下一个姐妹 其实那是一个爱的循环 然后让姐妹都有学到一技之长 那其实我们高雄市有五个新移民中心 跟19个新移民的服务据点 大概都有在做这方面的 包含就是我们的餐房 我们的厨房 那还有这个经络的 这个书经的 这些老师愿意教我们的姐妹 其实我们姐妹都很愿意学习 然后她们甚至也 如果要在更高一层级的 包含就是烘焙或者是中餐 我们也训练她们可以去考到丙级 或者是乙级的证照 她就可以正式去开店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 那姐妹也都很认真的学习 所以这块我们社会局跟劳工局这块 都还是会在努力这块 来协助我们的姐妹 那也可以透过自己的技能 去做就业的一个工作 是 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局的代表 就副作跟我们的民意代表 都有提到说就是 其实这个专案办公室 就是说一个跨局处的整合 可以帮助我们的新移民姐妹 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主题VCR 就是我们新移民 她成功创业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主题VCR 穿着格格装 卖着千层酥 36岁的嘉山来自沈阳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会计系毕业的她 五年前嫁来台湾 外籍配偶的身份 让她的学历派不上用场 再加上还有小孩要照顾 因此求职之路更是四处碰壁 因为我们是大陆过来的 一个是语言不通 对 因为在地人可能都要求说台语 然后再有一个是说 可能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然后到哪去面试都会碰壁 就说没有身份证不可以 当然是很不好啊 对啊 就觉得是很受那种 就是 对 很受排斥啊 曾经觉得遭到社会不公平的对待 嘉山转个念头决心创业 将家乡点心自然千层酥 改良成为台湾大众的口味贩卖 过程中也是相当艰辛 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 才将这项始于清朝宫廷的点心 改良成功 千层酥是我家族的一种点心 它主要是说 源于就是清朝的宫廷点心 在家乡最爱的自然千层酥 因为我们说从小吃到大 最主要是自然千层酥 跟我的家族很有缘缘 如果按照就是世袭来讲的话 确实是格格 有很多人都叫我格格 就想到说要尝试说 把他带到台湾来 每一次去防侍他都会跟他说 你东西可能要改不要那么甜 然后可能你的皮可能要再酥一点 或者是你的大小不要那么大 因为他们是吃饱 可是我们台湾人是吃巧 其实这项点心与家山渊源肥浅 以世袭来说家山可是个格格 因此又取名叫做格格千层酥 如今改良成功每天亲手制作的300颗成品 来到市场摆摊都很快的销售一空 家山也表示未来将会推出网路商店 并传授技术协助其他新移民姐妹成功就业 透过刚才的VCR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中国的代表例子 她来这边做这个千层酥也是很成功 那等一下呢 其实我们的副作有提到了 就是我们两位新移民姐妹 有做一个南洋的厨房 南洋妈妈魔法厨房 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请她们跟我们分享 先进一段广告 天海 天海 山洋开派好头彩 青春飞扬乐开怀 杨杨得意 凯玉来 港路新闻祝大家 富贵昌荣 心想事成 扬言行大运 累死了 想不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够浪费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拍美签大头照 好啦 还要去面试 王岐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也要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陈证了 是哦 这本护照有够照 台湾世界爬爬道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兵 十年前 有人说台湾毛豆剩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 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 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 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武林高手 为什么 他们都是武林高手呢 因为 满五岁 年轻辈 小朋友满五岁 念公立幼儿园及私立合作员 就能免绝备 若是家庭还可申请家儿无助 不得面少 外国之法 武林高手们 记得申请哦 10月1日起 新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上路咯 加强及扩大保护个人资料的范围 每个人都应遵守个资法 就像人人都有一层保护罩 如需搜集 处理 及利用个人资料 应遵守个资法规定 避免处罚 个资法上路 你我受保护 有了个资法 人人都有保护罩 更多资讯 请上法务部 个资法专区查询 男女平等地学习 家世共同来分担 工作一同来大拼 民主 我们共同参与 恭喜发财 吉阳如意 高雄都会台 祭祀频道 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高雄现场 我们这集的节目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探讨 关于新移民姐妹 在这个人口数上 在我们台湾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适应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社会局啊 我们的公部门怎么样给予协助 那在刚才上半段的结尾 的最后面 有提到这个 我们的南洋妈妈魔法厨房 那在请我们的官妹 还有我们的嘉玲跟我们分享之前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五中议员 你有没有吃过就是外地来的一些料理 很厉害的 我对这个泰国菜酸辣 是 是特别喜欢 几乎高雄市的泰国味道 我都有尝过 还有这个在青年路 有一个项口 有一家那个卖那个越南的什么牛肉核粉 哦 核粉 那个什么 牛肉核粉 核粉 对对对 那一家味道非常好 我也市场去光顾 那个我们的新移民越南台台 他台语国语包括招呼啊 比我们台湾人的媳妇更多 我叫他说他在那里吃到食材了 那我才知道他是越南来的 哦 本来都看不出来了 我看不见 台湾很冷戴啊 还做个照顾啊 那种 那种的 已经非常融入我们台湾的家庭 你没有讲说你是 越南来的 来这家的媳妇 尽量都没有破绽 是我在吃骨料 他才跟我说 去家来吃 是是是 最主要 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高雄 对那个外籍的像越南 荷兰 像泰国有跟金钱 饭或虾 很多那口味都外 都是你们外籍新娘来 在创作的 而且在高雄市也是有很多 成功的案例 没错 所以 只要你们要融入我们台湾的家庭以外 你们本土的 也不要跟他放弃 这个 那台湾人台湾人讲的话 说一句话说 可以蒙作 我们还是要肉业归根 不然我们是来这做媳妇 许人取得台湾的升温证 但是我们的祖国 也是那个 味道不要忘记 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是在这里 也呼吁 我们可以用你自己在国内 本身的技能 在台湾发展 我觉得比较有程度 不然你要把我们台湾人 拼台湾的味道 你拼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去创出你们的一定的口味 对 台湾人什么东西做 台湾人就是作为做吃 我走遍全世界 我们没有台湾 走遍全世界就是台湾人最会主菜 对 那个样式也最多 但是呢 你们的像泰国 像越来 印尼 新加坡 有你们独特本国的菜色 拿出来 反而会吸引我们台湾客 去给你盘场 这一点 你不要一直 我们台湾人 你做什么做什么 你绝对 本土味道 你绝对都没什么做出来 你就朝你的方向 像我去那个 很多泰国菜 我自己吃 就知道道不道理 我就感觉非常回事 像我们博爱路有一家 我们很道地 有的没道地 有的 结果呢 我去祖元也吃一间 台湾人开的 他要给泰国的 博物甩的味道出来 还是泰国老板开的餐厅 开除那个味道 才是道对 我去祖元吃一间 吃这个 整个都是台湾味 你哪有生泰国人 我吃一次 我吃一次 我就 改良太多了 我就不想去 是 我是说 但刚才我们的 社会局副局长 有很多我们市政府的政策 我感觉 还是要讲到政策 在这里 让大家的高雄市民知道 比如说我们 也是有成立很多 那个姐妹联谊会 我们很多 像泰国的泰国 像卫兵 也不一定要设限 只要你们来这 不管哪一个 我们都来融入一个 一个 加入一个社团 包括那个社团 你讲的 那个已经有187处的 那个服务站 那个都是提供服务 还有很多 要帮助你们的地方 你们可以 我希望那个社会局 做一个 现在都是电信 许大的像Email 像网站 什么 不要说本事团 我那个 本来的 那还好 又厉害 有的时候 手机就马上 有新的讯息 新的什么 在网络上 就直接传信给他 我们有新作为 我们有新政策 我们有新据点 我们有新标识 我们市政策 随随随 都在关心你们 你们呢 在手机上 在网站 我们都会 我们就 市长再 多留意一点 我们是这种 替你们做什么事情 我希望 就吵 不要说 他们拍 没几个去把他们拍 命 我们传到什么 这宣导 已经像这种 依化的宣导 已经走入这个电子时代 对 这个 所以电脑 还是网络 这些 这都 一定要多看 多学一下 这个资讯 一有资讯 就马上传给我们高雄 现在高雄 这是最快速的 在台湾移民里面 我们高雄是地下多 我们目前台湾有64万 我们高雄是排第2 新北是第1 台北是第3 那在高雄区 高雄区来说 38区 那个 新移民最多的是旗津 这就是旗津 旗津是最多 第二就是 这个前证 第三 六万三名 1509 第一名 旗津 应该是 265万块 第二名 那个 间点 应该190多位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五中议员 他真的是老饕 而且他今天 还有做了很多功课 我就是说 校美三民区你看 前面是怎么基点才会这么多 基点大部分那些都脱下的 早期都脱下的 所以取外籍信仰是最多的 我也替人家庭都讲的话 我很感动 这就真是很幸福 像这种就是成功的案例 他是为整个家庭在着想 对 你看家庭又很支持 一定要得到家庭的支持 你如果为家庭不支持 很封闭 还没水準 他就会怕你 如果是怎么 早期就是新移民 刚才有跟副机长讲 那开始的时候政府的管教不严 会比较法律要松散 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做败 开始都败 所以你要把官僚用好起来 要一段的时间 这我们本身要改进以外 政府方面宣讨也不错 因为以前比较少 也没有注意这一块 现在染液也越多 政府就在注意了 哎 不行 你看你们都取得身份证了 所以我们议会 敦促新移民都要照顾 要怎么照顾 现在都拟这一个办公室 也已经拟出很多政策 还希望你们 如果知道 把好的舅舅来支付这 要出面什么 要协助什么 如果有困难 可以找议员啊 没错 找议员 我随时都敦促他们 找我找他就比较难 就是由我们优秀的市议员来帮忙 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 你们找我 家庭有时怎么样 你可以找我 我们服务所不管 服务所不做 都可以做协助 我都会给你协助 找议员好不好 我会给我们社会局做不好的地方 还是你有两个建议 如果给我 我绝对交给他们 要去办 对 像是有好吃的 也可以提供给议员 议员也会去试吃 然后看看他到不到地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请教这个 我们的苏美议员 苏美议员那边好像也有 不错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 我想这个新移民 来自很多个国度 包括刚刚讲的泰国有柠檬鱼 那越南有河粉 那韩国就有人参鸡 韩国烤肉都很有名 那其实你看这些都是东南亚国家 我们看到最先讲的一个例子 就1990年的时候 第一个拿到我们台湾定居证的 那个徐丽 他当初他为了 他是上海人 然后当初他也是为了要照顾家庭 所以他就下去卖家乡的一个卤味 然后那时候他卖的是 后来他就叫徐继降压 现在其实我们在刚副作讲 凤山友 那我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也有看到徐继降压 他就做得很成功 打出名号 对就有打出名号 其实不管这个例子 或者说刚越南的河粉 其实在很多我们社区里面就有了 包括我在绝民路上 有一家他也是来了差不多五年 做了五年 他卖的河粉 什么牛肉河粉 还有其他一些小菜 都是很道地的家乡味 其实他们都很清楚 哪里有卖家乡味道的 所以他们都会集合起来说 哪一家是道地的 他们会互相通报 对会互相通报 所以这些例子都可以让我们 台湾人也去学习说 这样有保留家乡的一个味道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在我们工部门 包括社会局 民政局 劳工局 教育局 对我们的新移民所有的照顾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那像我们劳工局 针对烹饪的这方面 他们也开了很多的课程 然后都会互相的交流 然后他们把道地的味道留在台湾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味道 交给他们 然后融入才让台湾人更爱好 有新吃味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可以互相的融合 互相的去雀搓 然后做出好的一个料理 融合创新之后 说不定又有更好的口味 然后可以开发出来 给大家品尝这样子 那刚才一开始都有提到这个 南洋妈妈魔法厨房 这也是我们很想了解 是不是请贾琳帮我们讲一下 你参与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整个生活都不一样 对 是啊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就怕就是台湾的食物 对 我根本都没办法吃 因为我在家我是独生女 所以我要吃什么都是我想吃的妈妈做什么 然后我过来家人了 家给人家了不可能 对 有那种孩子气的那种 所以晚上我去工作 白天回来我只有喝一杯白开水 吃一片苹果 我这样就熬过一天 所以我来的一个月我收了两公斤 对 就是 我就闻到那个东西 食物的味道 我都会吐 很不适应 完全都不一样 对 对 然后家人就带我去吃火锅 我说 我没办法吃 我都会抓在那边看他们吃 我说我真的没办法 我就要吃饭 跟 我要鱼路 我要鱼路 没有鱼路 我活不下去 那时候没有一起带过来 没有 没有 然后就 我公公她 突然发现那个加勒福那边有卖 然后她带我去 然后就是我来两个月后 才发现有那罐鱼路 我第一次吃两碗饭 很开心 我媳妇终于吃饭了 然后就是 我在三部基金会上课嘛 对 刚好社会局那边有 给我们一个 考中三名级的课程 然后我们 我跟冠妹 还有二十几个外籍姐妹 就一起去上课 然后就考上了征兆 二十几个都考上 哦 这样很好 就第一批东南的姐妹都考上证兆了 然后主人说 你们已经考上证兆了 方正会浪费 还是我们讨论一些要开一个厨房 让你们结合的每一个姐妹的拿手菜 拿手菜 因为它很臭 你一定要的鱼路 台湾人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接受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还没有调味的时候 就是没办法试 然后我们说 将心比心 你的瘦豆腐也很臭 我没办法接受 那我们讨论一些融合一些嘛 是是是 然后我们调好的 因为后来我们就 除了厨房 有饮食嘛 我们也会到学校宣导 对 社区宣导 我跟冠妹还有其他姐妹都会 拼命的去 去介绍自己的 介绍对啊 是国家的菜 对 因为你不了解嘛 你一直排斥那些东西 我走上街上 我闻到那个瘦豆腐 我也会害怕 对啊 然后最后 我们宣导宣导了几年 大概六年了吧 从神力厨房开始 到现在是六年了 然后我现在 什么是 就是饮食上面都难不倒 对对对 就是融合的很好 对融合 拼命的学 很人间的学 所以其实经过改良之后 不管是 原本是什么样的口味 其实都有办法 在这个 兼容必训的这个社会中 就是让大家所接受 对啊 我相信有很多外国人 就像刚才我们的家里讲的一样 觉得臭豆腐是很可怕的东西 为什么要吃臭的东西呢 但是臭豆腐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的 所以这个就很不一定 就是说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因为有原本的传统风俗民情 然后还有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大家口味不一样 刚才是聊到我们吃的部分嘛 那接下来想要提到就是说 因为新住民姐妹 其实来到这边以后都会生小孩 那生小孩之后教育的问题 因为一定不一样 怎么样教孩子跟婆婆的想法 也有可能有很大的落差 那要怎么样适应 社会局这边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咨询的管道 是 其实因着文化的不同了 所以也许在这个跟婆婆沟通 或是在孩子的教养上 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沟通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有这个专线可以服务之外 我们的五个新移民中心都有社工人员 那社工人员其实就可以 当有这个需要 需要我们协助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帮忙 那不过我们 其实更更 可能跟帮忙家庭的是 透过四字 透过语言的学习 透过文化的学习 他更能够了解 我们彼此在谈什么 还有我们彼此想要教养孩子 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那其实我们的教养观念 可以更一致的话 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 那所以这几年 刚刚我们官媚跟家庭都有提到 其实他们都当我们 多元文化的种子教师 到学校里面去介绍多元文化 那因为他们介绍孩子就会更 有兴趣 视野更宽广 可以更了解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 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也因着这样 我们去年开始 我们也做了一个多元绘本 多元文化的绘本角 那这里所有来讲 这个绘本故事的 通通是我们的姐妹 包含有我们本国籍的 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 新一鸣的姐妹 那总共有一百位 那他们都是讲妈妈的故乡 就是妈妈带我看世界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故乡的 包含语言 包含一些照片 包含衣物 或是食物等等这些 让孩子可以去感受到 多元文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然后自己做自制的一些绘本 然后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们的孩子他们很喜欢 因为去的时候就看 比如说我们看越南 那个国服就好漂亮 对 穿那个国服一出来 每个孩子就眼睛就亮起来 就觉得这很有趣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国服 其实它都有一些历史意义 跟文化的一个价值 那妈妈就会去讲 那些故事出来 那很多孩子在这里面 不是只有心里面的姐妹的 来参加 而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来我们的角落 那因着我们这样的实行的 大概半年多 我们发现真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胡仁舍就跟我们合一 合作 他们就捐了5600多本的绘本给我们 在我们的19处的这个据点 那都会放这些绘本 让我们的这个姐妹可以在里面 那另外就是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新移民中心 或者是我们的据点 他也会办一些像亲子的课程 或是怎么互动沟通 这样的课程 让我们的这个心里姐妹 可以去学习 那我们今年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以前我们的四字班是 你要来我的班级上课 可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的姐妹 真的出不来 可能有一些的因素 也许她要赚钱 或者是家里可能不允许她出来 所以今年我们跟一个单位有合作 他们要盗载 盗载去家里面关心我们的姐妹之外 也交四字 就直接到道载 那我们其实也蛮期盼这个方案可以成功 因为这样可以直接 特别是那个比较不能出来的姐妹 我们可以到家里面去协助她 然后也让她四字 还有语言这个部分可以更流畅 那我想她在生活适应 跟家人的沟通上一定是会更好 是 这样听起来一对一的感觉 就是说可以更客制化这样讲 对啊 就是可以依对方的一个需求来做调整 那现在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淑美议员 既然您家里自己有韩国籍的 那您应该感受更神了 对 就是说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我们家有一个韩国妹 然后她来 我觉得都是东南亚国家 适应会比较好 但是语言上真的会有一些隔阂 所以她 其实我们 像社会局开的班 几乎都是针对就是越南 印尼 其实很少韩国的 所以她就变成在文藻里面去读书 那小孩 我们家有一个小baby了 这小孩呢 妈妈又很喜欢给她一些母语 所以她变成她也会讲 就是我们的国语 还有也会讲韩语 然后有一次啊 就我参加活动带着她 结果她就一直叫欧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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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市长听了说出来不要叫阿嬷 然后我也听不懂 为什么欧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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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那个妈妈就说 市长她不是在叫阿嬷啦 她是在是妈妈的亲密的称呼 她是在叫妈妈 她们的妈妈就是她的母语叫欧妈欧妈欧妈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喔 其实你也让小孩可以学习到她的母语 然后再融入我们本土的语言 其实我觉得从小你把它树立这样子 她又会讲多国的语言 然后多种文化的一个学习 我觉得对小孩有帮助 是的 而且学东西喔 从小开始学最快 对所以她如果两个语言就是可以 一起同步的学习 不管是爸爸啊 可能爸爸奶奶爷爷 比较讲国语或台语嘛 但妈妈就一直跟她讲汉语 那她就可以从小 就是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当双语的人才 所以其实没有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官妹 你觉得在这部分跟婆婆相处 你应该都还蛮能适应的 是 其实我跟婆婆是蛮适应 就是说她不会讲国语 对 她会讲台语 而且我婆婆是外甥人 她还会讲广东话 我本身是越南的华侨 我也会讲广东话 当时所以我跟婆婆的磨合 就没有什么磨合 是这样子 我们的语言会通 可是当我去社会帮助姐妹的话 就是很多姐妹跟婆婆的关系不好 就不一定 因为她们的语言不通 因为很多姐妹来到台湾 她也要学国语 还要学台语这样子 还有就是说我也对着观众这边说 就是说希望可以 刚来的姐妹 如果是民政局或者社会局 或者交互局这边 有办一些课程或者合同的话 就给姐妹去多多的参与吧 不用怕她们去学坏 如果她有这个机会她出去的话 她就会往好的方向去走 去学习这样子 就是说不要一直 给 要走出去的机会 对对 她们 就是说有一些课程 姐妹可以去查女的 我觉得就要支持她 我们在家里的 要支持这个姐妹她去学这种东西 是对她是最好的这样子 不要一直的时候她会去学坏 在那里她遇到很多姐妹 因为人嘛 遇到家乡的人都很开心 而且她有不好的 或者什么 她就可过通什么 不用怕这个方式她会去学坏 坏就坏 不会就不会 不用怕这个东西这样子 其实会不会学坏 那跟待不待在家里 其实根本就没有关系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大方的走出去 接触人群的话 可以更快的融入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我看刚才五中议员一直点头 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是不是用30秒跟我们做个结论 刚才你们讲那个教育 是 这说的事 他在这里 叫我说一句话 你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因为台湾文化 脏无婆婆阿公 越老越无法 我们台湾是这样 对那个媳妇啊 我们是 比如说你们新移民 台湾的媳妇就不好分 要过那一关就很不好分 派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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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湾文化 你再多一点就了解 所以你要通过这个婆婆这一关 台湾人的媳妇就没办 但是他们最大的真的就是亲子教育 那孩子都是因你过 你也知道 老公跟婆婆阿公在台湾 他们的做法 那国的文化去做 他就看不惯 所以你要顺重台湾 台湾人的老公和婆婆说什么 我是觉得你配合多 比较好 是比较好 因为你不能用你的印年那套 来教育我们台湾的孩子 那老公和老公 老公和婆婆 老公就不能失忆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做到这个很困难 所以我是说 我给他说 你既然来台湾 台湾文化你就要完全 要融入在其中 不要再给他争议 他说 孩子不对就要打 但是我们有个婆婆 要孙子要怕 那一套在印尼可行 来台湾可能就不行 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融入 台湾文化 要跟家庭 跟孩子要照顾好 这就是你们内容很不简单 用外籍的信仰 来这里要融入我们台湾 实在说很不简单 一定凡事要喝奶 是 我觉得吴宗议员 讲的很没有错 就是说其实婆媳问题 不只新移民会遇到 就是说台湾的媳妇也是一样 要怎么样 我觉得总归一句话 就是沟通 好好的沟通 然后彼此都可以互相包容 站在彼此的角度去想的话 其实这个社会会更和谐 我们很感谢今天的来宾 来到现场 给我们录制这个官员 吸引你们的一个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